一万的一个中单 最近延续特别多 对 来看一下吧 这里是班达的杰斯 班达的小法中单 现在中单我觉得 就越诡异越好 越诡异越好 现在中单谁玩常规谁倒霉 我跟你说 确实是 现在能多诡异就多诡异就好了 又是塔姆 塔姆上马效果还不错的 塔姆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把埃及很可能 要打线上强势的 对 所以线上要求稳一点 埃及反正决胜局 他们是必然会打得很凶 拿什么 霞还来了 这种东西来了吧 也是硬着头皮水啊 对方一想塔姆了一击 但是埃及说不行 霞落 你看上一把 上一把我就说拿霞落了呀 现在霞落不弱的 霞落是完全可以用的一个状态 这做胜率什么回事啊 他妈只有13% 这有点过分啊 这13%也太低了 20 30我都能忍 这到底是谁拖了这个英雄的胜率啊 不晓得 女警加塔姆 哇 这个组合 又是眼圈 那里把杯子可能要不要下路来打 霞落女警塔姆 哦这个还真的不能指望他们线上了 要指望的是中爷给到了一些辐射了 这颜色怎么身体也这么低啊 这种英雄都是那种啊 诡异 诡异英雄 看起来好像不弱的英雄 但身体就是低 但颜色的英雄我现在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银帽已经挺干脆的对吧 他这个身体就不合理 输的话输了就特别干脆 好吧 嘎崩碎 勒弗兰 来了 打线上了 要打线上 Igbo3 最后一把的标准打开方式 对 就垂线上 打野这种拿个什么 甚至 雷克赛奥拉夫 雷克赛奥拉夫 对 甚至拿凯野 对吧 这把我觉得他会拿瞎子 剪模扳尿 因为这几个英雄都挺怕那个塔姆的 是的 瞎子还能稍微好一点 多搞猪妹吧 猪妹的话得上路再搭配一个英雄 猪妹挺好的 但是上面要搭配的进展 猪妹跟勒弗兰感觉挺弱的 可能还是瞎子 瞎子会被半 我觉得威胁可以半掉 雷克赛也半了 雷克赛奥拉夫吧 奥拉夫也行 你觉得呢 半雷克赛奥拉夫呀 延确死怕奥拉夫啊 我觉得 都挺怕的反应 延确面对勒弗兰加日益打野 都很烦 搬利桑主 谁连确也怕赵姓 啥都怕 谁搬利桑主 右边搬利桑主 但是他可能怕 延确摇到打野位 然后中路拿个利桑主打节奏 这一招搬得漂亮 这一招名选手 好像我印象中 他有玩过这个利桑主 赵姓 你看就修的给你搬了 还有奥拉夫 用不用 这种瞎子吧 瞎子到后着奥拉夫 然后最后一手给那个 九筒 九筒的话 可能更克制塔姆一些 确定了 九筒 没击看延确位置 延确可能会转 来吧 贾克斯 敢不敢打 我觉得可以 铁南 铁南挺好的 铁南好 铁南真的好 铁南好 女警塔姆吗 延确 没拿 可惜 凯南 我觉得他会拿铁南 拿吧兄弟 我觉得这凯南可能是个谎 我觉得 就明明就不用敢爱确定了 那这样的话 最后一手 锁一个中单位 延确打野 所以IG这个教练 这一手 那个利桑卓的BP 是真的很漂亮 王僧 这是什么鬼 就是让王僧去打野了 延确中单了 延确中单 就是他封锁了这一手 利桑卓 会让你放弃一部分延确中单 延确去打野 百区打野的像一个想法吗 如果说他出入利桑卓 加上一个延确 那下路 不是得 往死里跃啊 这真的是跃了 你生活不能死里啊 那儿 那儿吗 你觉得 这下子胜率也很低 好吧 三两 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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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觉得得拿个 AB英雄 要不然太AP了 他中间已经全AP了 赛恩 刀妹 刀妹 刀妹打卡 刀妹打卡 刀妹打卡也行 要不然走中 哎呀 没有让我们看到铁男呀 其实真的觉得铁男还挺好的 嗯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能这么说 我IG这个这把的对线就好打多了 嗯 IG这把对线至少 三条线没有打野帮助的情况下 都没啥大问题 是 对线至少都是强势英雄 对 那这样的话 泥王也比较好挖挥 泥王九桶就可以去任意一路 VG这把这时候还是要 主抓下路的 对 中野节奏起来扶持到下路 然后凯南吧 单人上路抗压 就是女警的推进节奏要打起来 对 来了 看一下双方的决胜局 说实话 谁输谁赢 是真的不好说的 刚才汉两队的这个真的是状态的调势 因为VG状态更好 对 很明显好吧 VG状态更好 但IG这个阵容看起来真的很凶啊 很凶 真的很凶 这是完全亮剑了 不留退路的阵容 来了 下路是拿了霞 其实他们之前机场比赛 一直霞这个英雄就没怎么出 我也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诧异吧 因为霞是我认为 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他既前期对线某 后期又有保命又有伤害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AD里面最平衡 就是说最最全面 好开始了 蓝色方的VG 红色方的IG 皮肤大战这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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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捏了粉丝 刚才听我说 他是不是回家了 又回来了 加的还挺齐 看这把对线吧 这把对线非常重要 前期的话 Ki上校看好VG 这把Ki上校也错乱了 这这什么意思 这些图 也是新店图 Ki上校也新店图了 女警跟塔姆的下路也不弱 反正 这把IG的下路也是 硬着头皮选的 Ki上校看好 蓝色方阵容的后期 这个我是不太同意 我刚刚没注意到 他觉得大后期 蓝色方阵容好一点 我觉得差不了太多 两边的话 一边是女警体系 都差不太多 两边后期都那样 但我觉得这把右边 有一个点比较 我还比较喜欢 就是他们看到能力特别强 对吧 有九筒 有落 而且这边帕勒弗兰的点 挺多的 其实 这里可能要反到了 应该是反到了 这个视野是没有 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假眼 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个打人群也不好打 这今天对线打的真可以 初一赛小场 哇你看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其实以前我们解说 IG的比赛 他们常规赛 这很少输小场 就从18年开始 18年开始到现在 这应该是 IG状态最差的一个赛季 就是这四个赛季以来 IG是打了最差的一个赛季 对 通过数据就可以表明了 其实他们在 今年春季下的时候 有些场次已经是非常的艰难了 但还好他们 稳住了 后续的季后赛 打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今年的常规赛 他们遭遇到了 可能近两年来吧 最大的阻碍 对 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应该是LPL 整体实力也提升了吧 这个就真的要看他们的 师傅能迈过这道坎了 是的 这是你真的成为一只超级强队 能建立王朝的一个 必经的条件 现在两边中单的药都吃完了 UK这里多了个饼干 上路刀妹是尽量保持自己的 保证自己的一个距离吧 而且他这把带的是强弓啊 嗯 这是挺追求对线的 盲森也不可能在这补 第一视角是给到杰克 而且宁王这一波有想法 我们看 但这波没有闪啊 落怎么开 挺难开的 抽一下 塔姆体系 太难死了 硬开啊 这篇盗哥如果能拉回来的话 死不掉 还是死不掉 太硬了 有个盾 避掉自己的一个治疗 还是挺刻下落的 太难死了 但这波你看 这个思路就很清晰 他其实是假装开女警 就是要开塔姆的 但那波 也没看到什么东西 没啥用 对没啥用 啥的没打出来 打出自己一个治疗 自己还把治疗交了 塔下那波鞋就没必要了 是的 打点血可以走了 现在的话 两边的局面要看瞎子了 现在危机的中 也是处于一个下风机 哎呦 这里要预判一下 这今天才打得很凶啊 很凶 我对这些名选手 一直感觉他对线打的是满 满稳的 就不是那么凶 接着让人就来 让来了 好 哎呦 杰伦哥排面有点大 远的 仿真言排斥也 哎 危机打的真的 不算 打的挺好的 就我感觉有张法 哎呦 这下路的对线 被消耗了很难受 看九桶下一波 那个什么吧 那个狼头 现在是IT中也占优 然后上下两条线的对线 两边打了个 误开 现在下路 IJ是少一个治疗 我杰克拉 我这有打 到处拉住了 叫逼吃了 这里又是交技能 闪现过来 还想追 但是 说A一下就死了 这闪现的位置是 这个 刚才是一个错误的位置吗 刚才挺奇怪的位置 下路打的还是凶的 这是狭路对线呀 狭路对线还是强 哎 泡芙这边是交七批上来 对呃 JK这里也有踢 所以看一下怎么选吧 咱们都要交七了 对 这边可以稍微控一下线 再查一个针眼 这里控着线会让你很难受的 哎呀 这边可以反应组 但是自己要被 看到了 这里这里有闪现的 很危险 这波全来了 野斧加中 这波没有交闪 交闪摸眼 但是罗布朗比收掉这个人头 这个位置几乎必死 对 打不过来 QR收头 野斧中单全部过来 那这样的话 IJJ把他中野斧 这波T线 又直接打了一半血量 罗这边没什么蓝了 九宗选择了一波入侵 其实看过好多次这种操作了 但不知道 就踢线这个事啊 对 就不知道为啥 你后面其实踢槽的那个眼都可以 就完全感觉 没什么必要 对 面对女警的时候 尤其你逼他一个甲子呀 基本上 我来一半血打没 你看这个血量 干不尴尬 又得回家了 哎呦 还被干扰了回家 这塔姆 真是横着走啊 那话下路 左边优势了呀 这女警在这边 补了好多一 好大一波血 还可以控和线 对 这威胁打案是真有章法 虽然说 中野现在受挫 但他们 对线 没有受影响 而且刚才 想那个回程位置 被发现了以后 他这波也回不去 他现在血量偏低 很尴尬呀 就要往下走了 这一波如果Jacky摊这波线 就要出生 这个位置已经看到了 看一下侠有6吗 这边可能要交TP过来 保 则下是有TP的 强硬倾线 还可以还可以 这边是强硬倾线 那VG呢 也是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去拿篮 两边上单 这波都有TP 这波强行包的话 可能也会出生 但这个时候TP 嗯 则下已经有水晶鞋了 这波TP下来 这个刀没战斗力挺强的 对 水晶鞋 这里 坎南的话 其实没什么成装 随着等于的席阵 其实刀没打坎南 是上身的 是的 这里又打了一套 练到了 这里刀帽线又在旁边 哦 直接踩死了 这里虽然过来 但是自己好像 呃 想骗一下 RUK这里 还有很危险的 打个突一下 这里可能RUK的 WG的马上好了 两秒钟 一秒钟 活了 哎呦 最后还是死了 普攻跟我去收掉了 这个人 普攻 没有办法 躲掉了 这也拿到这个人头 帮队伍是报了仇 而且这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杀盗 嗯 中路级波线还能再往里推 哎 那其实这个节奏又来了呀 对 他做了个水银鞋 上路想 帮一下吗 没太好的机会 上路 凯南这里是 歇取抗压 挺稳的 嗯 捕刀差一点 没关系 不死就行 宁现在已经有闪了 看一下下一波 狼头闪的这一波 哎呦 下路不好打呀 威奇这把下路对线 打挺出色的 对 但是中野现在的话 还是稍微处于一些下风 但是由于下路的出色 可以辐射到中野呀 哎 总感觉 威奇今天打特别好 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有张有反 而且一点不乱 就他们 哎 千万这一波 这一波神子是有危险的 这里的话 三秒 塔普盾开出来了 这得保护一下 跟海南这个踢的位置 兄弟们 哎呦 炸一下 但是没有太好的效果 因为侠这边还有个大招 刀背 这边侠被秒了 刀背这边的篮 好像不是特别多 沿途抬了两个 沿逊还能再往后打吗 如果继续往前推 这的话是把对方劝退 但是这一波的话 威奇已经付出了三个人的代价 三画二 加一条龙 嗯 这一波的话 威奇也是 挺危险的 硬着投递接下来了 这一波凯南 其实没什么装备 一个小科技枪 对 主要是对方这几个人 不怎么怕凯南 对 还好这个沿途啊 这把 这个沿途表现还是很好 看一下啊 哈姆的位置 直接被沿途 开大手开起来 坐三 先秒掉 坎南进行的位置很好 但是对方这几个人不是很怕 那个 我刚才还以为我看错了 啊 石曼是把洛给抬走了 啊 对 对吧 石曼把洛给抬走了 让洛没有进入到凯南大招的范围里面 呃 这一波J的大招其实放的并不好 他这个石曼没必要好 我觉得 对 没有配偶好吧 对 没配偶好 这一波如果不是石曼拿走的话 坎南那个位置 我觉得至少应该是点三个人 那你别说这把反正VG打现在没太大落后 对 对吧 那么经济也好 还空了点小龙 没下落后的 他们落后三个头 但是各条线上啊 对 特别是双C的补导很多 对 补导就领先 经济不落后 经济 你甚至他下落 你看中路 他等级领先的 对 VG现在真的不落后 毕竟一上来 盲森就疯狂让篮给延确啊 哦呦 延确这把真的待遇太好了 很舒服 当大哥来保呀 延确上一把确实是大哥吧 是的 而且当面上来是没拿到人头 预判的沿途啊 沿到了给一套 盲森来了 炸不出来 但是 几盒头是炸得很好 对 这个泥王挺有想法 炸在自己Q上 这里下落踩了个夹子 好像 宝兰被打了一套 太大了 要反打 哎呦 漂亮 漂亮 而且虾被吃了就去涂在夹子上 现在我们都要死了 这一波下落 微技的下落 要死了 这个血了 二十八号有一个守护者的盾 哇 哎 真的漂亮 这一波危机下落双人组是完全打出了自己的东西 打真漂亮 真漂亮 舔红了以后吐在夹子上 哇 可JK自己想都没想到 微技现在打开了呀 你看他们赢了一把之后 他明显感觉已经打得特别放松 对 九筒开始往下包 洛夫兰也往下走 但是盲森也在 而且颜阙的话有大招吗 还差一点点 主要是落了状态太差了 而且九筒刚才是刚丢过大招 他现在没有大招来守 这个女性体系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女性太肥了 没有放眼 过来想讲 盲森被秒了 别秒了盲森 这的话现在也没办法 扑一下 扑回来 但Ruq这边有闪现的 姓名应该无庸 还要打Ruq 吃进去 拉出来 再扩 出事啊 这真是个机关枪啊 这这不断的喷 不断的喷 又塔姆过来 哎呦 这一下这个位置挺危险的 这一下这个位置挺危险的 马上位置应该没了 哎 你有队友坐一下位移 哦还可以 还要追 哇 台 哎呦 真的是穷追猛打呀 就维基现在打的 比埃及有气势 我跟你说维基打得更像埃及 对吧 打得很凶对不对 好凶 真的好凶 维基我觉得就上一把打出自信了 你看这把 你看双C 女警 这个颜确打得多漂亮 真的真的打得好 现在只有芒松有问题 这把 敌王苦苦之称 敌王这几波挺到位的 你别说 中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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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野金子 苦之称 这宁王这把打真可以 哎呦 这个夹子位置 让你很难受 芒松来了 哎呦 这波可能不可以了 没挡住 没挡住 这个大武之称也很危险呀 被潜速了 没大招 没闪现怎么办 呃 Q到的话应该死了 哎不敢上 不敢上 很稳 因为芒松这个状态 主要 芒松这边还有个R没有用出来 芒松闪现过去给惩戒了 对 没有摸眼 这得帮我芒松 我感觉操作出了一点点问题 小问题 应该是逼死的 那个局面 啥没大没闪 对吧 哇 这个下路 哎呦 要被女姐体系推平了呀 好了 14分钟 但其实 这个时间点是比较晚了 比较慢 芒松又来了 但已经很肥了 日日日很肥很肥 哎呦 这边直接反应 也很着急啊 很急 如可以真的很着急 因为如可以跟这个 宁王现在两个是比较肥的 对 现在下路的话 烈势太大了 现在洛福兰斯不敢过来吃几波线啊 塔姆过来保一下 这微信打得真好啊 哇哎呦 刚才中台也没了 第一几机来了呀 对 这女几节都来了 这边再拿口Buff 这把 IG很危险了 真的很危险 这个局面 胜算已经很低很低了 真的很低了 因为女几体系推起来了 这女几体系 这15分钟拿两个塔 两个两个小龙 已经是很完美的节奏了 对 主要这 炮盒又是零 哇 这IG这两把在干什么呀 真的想问一句 打得莫名其妙的 真的是莫名其妙 这我觉得放个小的去说吧 维基打得好 真的打得不错 维基这到目前来看 维基除了盲僧有几波失误之外 其他几个点真的是 没什么失误的 而且女警 15分钟 火炮加无净 这女警 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 你看 盲僧又来了 盲僧又来了 这IX 又是九筒的一个筒 这边过来 但是盐缺现在伤害太高了 现在 IG很需要盲僧的法文 说实话 这盲僧我觉得IX的心态很稳住呀 他只要其实不要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飞机的节奏很稳的 这个盲僧现在已经是1-5 现在盲僧得稳住下局面 出点肉吧 这个 其实他只要现在不死的话 女警啊什么的 侠也很难死的 很难死 女警有塔姆保护 对吧 其实如果做事 也什么的 还是得叫上打野 哎呦 侠有先锋的拿下来 女警推进体系完全成型 太完美了 这 我觉得南风跟这个炮弧 打得是真好 这个下路组合打得好 这两个人就打出自信了 现在明显感觉到 你先两千 QB这个位置被扯了 但是凯南也是承担的那种 队友都优势 我该怎么办的人 对吧 不过我觉得IG这版还是有翻盘点的 首先IG翻盘我们逼 武器一下尝试 BB两个条件好吧 强开团 一个是强开团 另外的话是凝王肥 对 其实凝王这个点 是对于IG来说非常重要 这把凝王很肥 而且他们 他握着强开点 再加上一手宝篮的落 是的 但是上路没来啊 要来要来 这阿塔应该是可以守一下的 看到狼头了 往后走一下 还在继续的追 哇 这 这个事情 别人人都要来了 IG面是五个人 帮忙挡一下 但是这边TP是来自凯南的 哎呦 下路这三个人 把这边挡住了 没什么状态了 就保安是交给自己的闪现 给一口治疗加速 让凯南上 凯南这个赛没上去 过来 激烈一脚 没有把入克机子 但是正面已经没有入克 开着闪现过去 凯南进来了 凯南开大招 绑南交给自己的W进来 交给自己的治疗 来上 哎 哎 你往 为什么要这样队伍 这里 那上路二塔还是没了呀 那对于VG来说 难道你二塔是最赚的事情啊 31K 领先经济已经是比较大了 女警的节奏 一直在成型 但是IG这把还是那个点 有翻盘点好吧 不像上一把那感觉 就是一下就没了 对 上一把那个就 就中期的时候 已经觉得后面没有 没有看的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有塔姆 优势阵容 有个塔姆 这个增加容错率啊 对啊 这个翻盘难度 你就至少得上两个层次吧 是的 但是现在如果把所有的视野都 所有的外塔都拔掉 然后你整个的视野上的缺失 IG很难把视野布出去 当面有三项了 哦 Jacky很穷啊 Jacky只有一件的 没办法 那个女警是身上有四个防御塔的人 是你 四个防御塔 去自然而让给 让给女警吗 浩福 现在全场最肥 哎 这边要来寻找机会了 等不到人啊 Ruki现在打得很急 嗯 其实Ruki也就一般来说啊 因为我自己乐福兰玩了很多嘛 他这种对线技术结束以后 你发现乐福兰的补刀 对就会拉很开 拉很开 对因为他不能一直赖线打的 你要去找机会的 对 所以节奏是不能断的 但你看凯南 我哪都不去 需要我打团了 我再踢 对 对吧 其他时候 现在机器的话 其实集中在乐赛身上 乐赛这边 第二件装备出来 他可能要带一下 节奏的 但是他这个出装 感觉他的肉装会出得很慢 他可能还要做一件输出装 想打吗 埃及 埃及这一波 凯南是 凯南装备其实还好 他没有那个小双穿 说实话 这一波埃及不好打 肯定不好打吧 正面装备是有一定的劣势 毕竟雨景还很高 13级 这波看走下 回家有没有装备 做了个提亚马特 这一波埃及还真想接 想接 要不然这一波 是不会回家的 他们是想在这里 阴到一个人以后再接 这一波的话 就看中上野 能不能秒一个 视野再往回抢 把危机的话 慢慢的反兵线先推一下 现在这一波就是保护泡弗 凯南这个位置 没有被发现 这一波凯南可以往上走了 这边是想开的 这里一闪一下 没有炸防 这里扎入了 凯南来了 凯南来了 凯南的后半 电柱 则赛可能要被杀 这虽然死了 但是女警没有倒地 女警还可以输出 舔晕了 但是JK拿了个DMQ 是双C 两个人都活下来了 这波居然打了个二荒二草 没有想到的 这波埃及很危险 其实他们开的并不好 这波两边都被打好 但是埃及终于也的伤害 还是挺爆炸的 但是这里还是危机 还可以再拿一个塔 装备秒掉 这个女警 女警 女警秒不掉的话 埃及现在是打团不可能赢的 对 女警的伤害太高了 领先的装备太多了 不过JK这波回去 拿了两个头 也是火炮送的出来 JK的装备很重要 补了一个火炮 但是炮福这里 这波回家 可能又有装备了 哎呦 这野区也给你扫光啊 这里 哎呦 打工了 能想一个是一个 现在就危机打得 非常的斤斤计较 领先机还是很大的 四千 赶紧溜 主要还有这个塔姆 这塔姆太能增加这个容错率了 这波回去女警肯定三件套了 她这个装备已经待了很久了 这里是想强行开的 不想让你走 哎 这波炮福可能会出事啊 感觉 因为没有 还是 还行 还行 这终于也在附近 对 而且埃及这波的话 主要一个防御塔也不好越了 哎 哎 怎么用 哎 感觉炮福这个时候 有塔姆 哎 被秒了 这为什么 这感觉炮福三波回城 草丛回城 塔架回城 再在这个地方回城 三波回城都不是特别稳啊 这个大人头给Rookie拿下来 这个局面就真的不好说了 是的 现在有放缸点的 绝对有放缸点 但是这种失误啊 是真的超级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 这你主要是大人头 全队的经济都在你这呢 对 这真的要 真的要拉平了 嗯 拉回来了 拉回来了 现在整个的局势不好说 顶天四六开 对 四六开 危机战有少的优势 刚才那个局面有点八二了 我感觉 凯南还在单单 凯南装备一般 还想补一下装备 尼锦是踢到了中路 尼锦的话三线套做出来 对 还多了一个小魔炕 Rookie上波是找我自己的闪电的 还是得有塔姆在全程 全程保护下尼锦才是安全的 要不然埃及的中野是真的有翻盘能力的 是的 这个中野服 九筒勒弗兰加洛 就一瞬间你稍微不注意就没了 这把炎雀不好打了 所以他们还是要把经济放在女警身上 炎雀不可能全程保护你 你干干嘛干嘛 但女警肯定是要 靠自己 哎 女警肯定要贴身保护的 保镖 护卫 哇 看着女警 就一枪冒头 根本扛不住 这就是一个值得保的一个ADC了 当我们在下路带 威吉现在挺 紧张的 他现在这个节奏不对了 埃及基本四要打起来就好很多 节奏现在对埃及有利 威吉这段时间干不了事 他们塔也推的差不多了 龙现在又不敢拿 让则赛这样白带下去的话 则赛的装备肉装成型 就不好打了 埃及要等则赛的肉装 JK的三件套 他们就会跟威吉结团 如果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威吉再扩大不了优势的话 这把真的要被翻 女警反向异过去 一发 又是一发 暴击 这真的是锁头 但现在刀妹是埃及 翻盘点 翻盘点 刀妹领先两级 一级了 被追上来一点 而且他的装备 经济是领先的 要等刀妹的肉装 JK的三件套 现在威吉比较可惜 他们前面的龙 没有拿到土龙 他们打龙还是不够快 是的 他们对这个大龙很有想法 但是埃及不是那么怕你 开了 要打了 他们也等不及了 你这三件套必须得利用起来 埃及也大概知道 对方在哪里 但是就这么放了吗 因为刀妹密死了 他可能有点怕 刀妹直接包过来 刀妹的话要走血手 JK 诶 这里想强行打了 这里抬一下 这一波感觉威吉 也不是很赚 除非他们利用大招 CD干净啥 啊 JK这把真的是 你看他随时随地 都在这种草丛里面 找机会 是的 这一波可能还真的碰到 一个感觉 他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这个位置 对方没发现如可以的位置啊 胖伏 又是胖伏 哎呦 还好就在旁边 这边谈了三个人 这边就能打了扎一下 感觉还要打了效果很一般 S被秒了 Q5也被切掉 这一波就是如可以这个 配合凝王 配合宝 那就是他这个中野斧 埃及的中野斧 这三个英雄 决定了他们这一把 就有翻盘点 这波还要继续的追击 一定是不能放走 这一波肯定要包的 如可以在这方面 继续骚扰 只要彼此的技能 走下来了 已经能拉一下 来自己可能要死了 女警的伤害很高 你只是位置拉开了 没人管女警吗 就能也上来 如可以也上来 走在是 如可以带走女警 如可以这把真的是 如可以这把 看得出来很想赢了 立马狂了啊 刚才如果不是 如可以过去 强行表女警的话 感觉正面会被女警秀 已经没了 对 因为其他人碰不到女警 是的 女警 其实刚才跑步那个位置 走得很好 哎呦 这把如可以玩命carry啊 就是玩命carry了 说实话 上两把如可以的表现 没那么好 对吧 必须要承认 他两次都被单杀 但是他这把打得太好了 那这把结束了感觉 突然感觉 如可以不会玩了 真的是 主要被这个如可以 搞得很烦 如可以 你紧定位置 哇 刚刚落单就被打了一套 然后落这里呢 也是闪现直接开门 然后九等大招扎伞 找马 如可以这已经搞伞了 而且海南闪现的位置 其实也不是很好啊 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打不了了 哎 自己在接 这个时候打团吗 这一波如可以牵了一下 我打掉了 好像打得好快呀 啊 那这把感觉危机没了 危机感觉 突然一下迷失了自我 就感觉你已经两波吧 一波被那个如可以踩掉 又另外一波又是被如可以踩掉 这两波影响太大了 这女性节奏没了 因为一个英雄不能断节奏的 一只腿一直拿资源 就是大龙持续拿不下来呀 现在大龙还落在了IG手里面 那这一来一回 就到位了呀 现在IG局面一片大好 JK的话 补出三件套 如可以三件套 如可以的装备 扎心了 反过来了 三七开差不多 左边还依然还有机会 依然还有机会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主动性 已经全没了 因为他们阵容没开团 对 如果就这么说吧 如果VG一个阵容 他们被IG打出前期那种优势 我们会断言 VG这把翻不了 因为他们一个阵容 是打不了翻盘局的 是的 但是IG一个阵容 他们被VG前期打出了 一个大优势 但是IG的中野斧 我们看到 是有机会翻这个盘的 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而且这把还有一个原因 是延翠的表现啊 中期有点迷 是的 中期延翠没有能够承担起 队伍了一个带节奏的重任 再加上盲僧这把 本来是个崩盘局 对 盲僧这把真的是 对 就是其实中野有一个 能够在中期保持杀人的节奏 就好很多 这里又牵 如可现在真的是 开始就说 这把乐福兰 其实左边不太好解决嘛 乐福兰肥起来 怕乐福兰人挺多的 这玩意是延翠怕 所以他当时想把这个 延翠摇的那个打野位 那连续这把对线打的还行 当然是中期 Rookie 报喜团来啊 报喜团来 你这种被乐福兰偷 你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又拿了条水龙 可以在这里慢慢恢复 但VG翻盘的概率还有 差不多三七开 差不多三七开 因为女警的伤害能力 毕竟还是在 但这个问题就在于 VG的翻盘的主动性 不在他们手上 对 一定是IG没有开好 没有秒掉女警 哇又来了 Rookie 又要死了吗 差一下 就是没点燃呀 对 差一点呀 前面点燃给了就死了 点燃给了真的没了 嗯 7-1-5的Rookie 现在所有人碰到 这个乐福兰 都是要抖三抖的呀 沿途没有突到 那就可以在这里 肆无忌惮地点一轮 洛尉过来 进行一下保护 想的话 拿一个红MUFF 继续往中路去带 嗯 中路二塔 直接过来挂了个虚弱 想拖延一下 你那个时间 反正起风的密集 对的 下路继续往前推 IG的话是一个 简单的分推 这一波感觉 VG很难顶了 VG打了整场好局 就两个小小的 15被抓住了 这一波就是炸 看能不能炸回来 能炸回来的话 正面直接接技能 下路水晶已经没了 运行的夹子布满了 但是下路已经没了 是的 勒弗兰在旁边 已经在偷 霞现在已经有 把你逼退的资本了 还没有办法 这位刀妹在旁边 也在找机会 给你压力 哇 又是一条连招 J这里被挡了个链子 这一个勒弗兰 一个勒弗兰在旁边 已经可以主宰一切了 这把勒弗兰 这把Rookie 真的是拿命开刷下来了 哎呦 一旦这种抱团推进体系 你没有办法让他 你不跟我打5v5 我是真的难受 对吧 挺难受的 女警空有四件套呀 但是 没主动性 对 真的活活要被勒弗兰玩死了 女警这五 这马上神窗了都 其实经济落后啊 真不大 但就是没 没人能限制 对方这几个骚扰位 是的 开团能力 视野现在如果被不好 哎刚才女警真的连续两波 对 一波是在上路三个回城 三个回城 拖了自己的时间 都被打 他那一波只要有一个回城回下去啊 我觉得VG版就有了 对 三个回城都被打断 最后一次还死了 他呢又是个大人头 又给到最关键的人 勒弗兰拿到 勒弗兰的后面两个头全是他的 对 就是个蝴蝶效应 这真的就是个蝴蝶效应 勒弗兰一下就肥了 那个时间点 真的我觉得Ig 虽然不能说没机会啊 但是已经是 有很大劣势了 那波 女警杀完就是个六四卡的局 再杀一波 已经完全是我六你四了 对 Ig阵容灵活呀 灵活的阵容 打到现在就厉害 就是灵活的阵容 打你一个分钟的阵容 现在炎雀已经灵活不起来了 除非什么很神奇的 台湖一个人秒了 但是勒弗兰灵活 狭有自保能力 哎呦 想闪现个炼子秒凯南 Ruky的 骚想法都来了 秒掉就秀了 对Ruky就是想秒掉人 然后直接 结束掉比赛 上路的兵线来得很慢 而且没有大罗马夫的话 左边推向 倾弦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边有各种护盾 来挡女警的大招 下路的炮车已经来了 两个炮车 盐却在这里清一下 上边把兵线 轻调大龙要刷新了 埃及这一波 把大龙拿下 危机就真的难了 因为这个大龙 危机是肯定出不去的 对 他们现在中下两路的兵线 视野的差距 完全争夺不了这条大龙 而且有龙来带线的话 其实中下两条线 你就不能像刚才 那么快速的行动了 他们要全员出击 但来不及啊 应该要打完了嘛 瑕士去打 还是不够 对啊 来不及啊 不够快不够快 哎呦 乐佛兰的这点 又想把华弗 但是这波 如可以可能对我危险 还好回去了 他这条路闪现了 如可以没死 拿下了大龙 如可以没有倒地 如可以是个大人头 杰克拉伍在旁边 杰克拉伍这个人 可能要交技能了 交闪现 危机的王毕一波 没有收获任何的人头 大龙还被埃及拿了下来 打出了双C的闪现 但是回家补给一波以后 埃及带着大龙 骂弗再次个推进 这一波可就真的难顶了 带着兵线 然后慢慢的耗一下 你的高地塔 就是没开团 没主动性 对 留不住人吗 你看就人全走了 有没有凯南在后面 布一个狠身的招呼 这可能是个机会 后面也许倒是有一些视野 但是线上是没演了 对 凯南现在能不能当一次英雄 真的只能看着凯南了 其他人没有任何人 有这个开团能力 罗夫兰现在已经是有点 不可阻挡了 有没有AJ眼位 没有 草丛里面倒是有几个眼位 但是在蓝buff野区对吧 太深了感觉 太深了 过来可能就没了 而且你中路如果逼着打的话 那IG可以选择正面跟你武打 刀妹现在有春歌 对吧 有聚酒也不怕死 而且现在还多了个秒表 刀妹现在是可以打团 直接进去卖的 来了 应该最后一波了 最后一波 上楼的兵线已经带过来 很大一步兵线 这边在拆萌牙 主力部队全部在拆萌牙 而炮芙还没有过来 要撤回来 女警来的太慢了 这个电脑还可以 这个两个人 如果可以这个残权往后拉 但也许已经被 扭闪给牵死了 而这边的话 凯南也是被尖克点死了 炮芙要保一下 但是好像保不下来 闪间躲一下 但是被揪都撞了起来 完了 最后的希望 炮芙也倒地 只是卡姆了 这一把翻了 确实感觉飞机在前期 有优势的情况下 还没有把这个优势 滚成盛势啊 这么大的优势 在中期的两波回程 这个应该回去 要好好总结一下了 IT算是 有惊无险的赢下了 这场比赛了 这飞机这把真的是 哎呀 距离小声就差一步呀 也恭喜Ig 这一把的话 确实是翻盘了 我觉得VG 现在已经是一个 值得尊敬的对手 这个索敬的对手 整个BO3 我觉得VG表现 整个BO3